我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之前在台北工作 就是七八點都是做潛入式的設備 我是負責軟體的部分 比如說就是做一些 PSPF定來寫測試的工具 比如說測試APP 就是測試軟體 因為有一些因素的話 我就將台北的工作辭掉 然後回台中看要做什麼 因為我家裡就是住台中 因為在台北的話薪水沒有高 所以就如果一直在台北的話 就是可能入屋服務主 我叫廖靖傑 叫Jack 這是廖 然後我簡稱是 之前在台北的英文名字叫Jack 今天我要報告 OIN DEPEND WITH CONVOLUTION 然後投影的話就不要投到最大 因為我看一下底下的竹節 我自己有寫一些小抄 然後就開始囉 這邊入門的話是在2014年 ImageNet這個比賽 得到第一名的名字 並且他在當免提出這邊配合 那時候提出一個Model 叫Inception Model 它最主要的特點是 它可以去控制整個訓練過程 它那個計算量跟參數量 也就是說 就是不用比較好的計算機的資源 然後它可以得到比較好的分類的效果 然後如果看這張圖的話 我們可以知道在2012年 它冠軍是AlixNet 到2014年 它的DivisionNet 它的冠軍叫Google Maps 然後12年 它的網路的成數只有8成 然後到2014年的話 它的網路的成數 達到22成 然後在2014年那時候 有另外一個比較有名的 叫做VGG 它的成數是19成 如果說 就是 研究它的趨勢的話 是 最近幾年它的成數 是有加深的狀況 然後甚至之後會有 曾經網路的程式 成數有到100多成這樣 然後如果是 它本乎的錯誤率 從之前 比如說歷典年 它是28%的錯誤率 到14年GoogleNet 它的錯誤率 已經趨近 就是 達到6.7% 已經快接近 人眼的 那個 電視力 也就是說 它有非常大的進展 然後為什麼 會放到這張圖 這張圖是 這個 就是這邊 Haber的第一個 Reference 它擺上 這張圖 然後這張圖是 某個 影片它的截圖 然後這張截圖 是說 We need to go deeper 為什麼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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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deeper 然後裡面 作者是說 它受到了 這個電影的一些啟發 所以就是 然後這部電影 電影叫 Inception 然後它提出的 model 也就是 叫Inception model 所以它 真的是受到 這部電影的一些 一些觸發 然後這部電影的話 叫Inception 它是在2010年 它 就是有這部電影 它中文名字是 全面啟動 如果說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看這部電影 在野者王 那因為 就是比較沒有時間 去看這部電影 把它看完 所以就是 沒辦法分享這部分 那就是 這部電影 那時候我看的話 就是 分享 一些夢境 然後 深入前一次 然後做一些事情 然後我也沒有實際上去看這樣 然後這部電影 它一開始都會有些簡介 就是 最近 神經網路的進步 不是 僅僅因為更強大的硬件 比如說 NVIDIA NMD 它 兩年會更新 一次硬體 也不是更多數據 跟一些 加大Model 結果 而是因為 一些 新的想法 或者是說 新的演算法 新的演算法出現 然後 改進神經網路 然後 有更好的一些 就是 測試的結果 然後 因為這邊 Paper 是Google提出來的 那 因為 應該說 目前的趨勢 是由於一些 硬件的 效能的過剩 所以 某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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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計 specialist 提案 這個是 糚 也就是说在这些平台上执行的话 会受制于一些性能的限制 比如说他们的电力的需求要比较低 还说就是内存有没有像 就是内存的话 应该说如果是台湾 台湾这边的讲法是第一集的 因为他去反应他都会 有时候会反整大陆的用法 这就是比较内存的 现在就是会受限于他应急的一些 应急的限制 然后这个model是被限制到1.5 billion的那些 一些计算的计算这样 也就是说这个model在执行他不会超 他所需要的CPI GPU的资源不会超越某个一些 就是要的资源不会太多 然后他里面是提出一个神经网路的架构叫Inception 那我知道 这个Inception的话是他可以去引入一个新层次的组织方式 他可以增加整个神经网路的深度 看到后来我们可以知道他目前的 网路的深度大概是在22层 然后我们知道他提出的model是Inception model 然后之后还有变化型 也就是说目前提出的Inception model是称为版本1 然后之后会有版本2、版本3、版本4 也就是V2、V3、V4 然后我们今天不会介绍一些变化型 就是我会介绍最简单的版本1 然后这平等的话不会讲他的版本叫版本1 之后有人在做一些研究会 然后他会在做一些变化型 然后他会采用版本的还是这样 就是说为什么要放在这张图 就是说你在做一些 架构性的神经网路 他必须要施法一些别的领域研究 然后他都会施法一些比如说神经 森林学校里面研究完人的眼球 还是说人的大大批人在组组 这张图他的意思是最左边是一个眼球 然后里面里面有三个细胞 然后这个三个细胞可以分别去分辨RGB这个颜色 当然是有另外一个细胞 那还有另外一种细胞 比如说另外一个细胞可以去分辨那些 灰界颜域研 那我们知道这个三个细胞可以分辨RGB 那它分辨完之后会交到下一层 下一层的话就是大楼大楼的底层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它这边连接是全连接的 然后在这一层分辨完颜色一些 一些 它数比如说 它可以分辨蓝色是40%红色是40% 然后绿色是20% 然后它在这一层分辨这些资讯之后 它再往下一层丢 然后这一层的话它可以去分辨那些 风漆的一些 风漆的形状 然后它在这一层分辨完然后再往下一层丢 然后这一层的话叫V2 function layer 它就可以整了前面一些颜色的资讯跟那个失误的形状 然后就在这一层 形成视觉 到这边还有大家有没有疑问的 没有的话我就继续 如果说 依照前一张组的逻辑的话 整个神经网络的架构是 会去建立整个全连接的神经网络 假设这是一个细胞 如果说它去搜集整个 比如说红色的资讯 它必须要对应这整张图的一些所有的资讯 也就是说这整个细胞处理的资讯会非常的大 如果对到神经网络的话 就是这个某一个节点会收集大量的资讯 如果收集大量的资讯在电脑上 它不就是会占一些记忆体的空间 那它在记忆体的空间 你CPU还是GPU去处理的话 就会速度比较慢 它比较慢就是比较耗时 就比较 你建立这个神经网络就比较 效能比较长效能它就会被感情这样 接下来它会参考ABM Principles 这也是神经生理学家一个理论 这个理论是趋近于现实 就是见仁见智 那就是交期趋近于现实 就是这样 那我的理解也是默契 就是我路上看过很多人的说法 然后我的理解是这样就是 然后比如说它今天有三个神经元 是CS跟UCS跟UCR 前面这两个眼神经元在某些状况 会一直去引发UCR的神经元 然后 这个蓝色实色表示它被 一直被激发 就是它会 经过一段时间这个神经元发现说 今天我一直被激发 然后通常都是前面这两个神经元一直在 刺激这个神经元 然后久而久之 这个神经元就是认为前面 两个神经元是跟我这个神经元是有关系的 有关系的时候它就是会去建立连结 然后 因为现在目前的状况是已经建立连结 到最后 只要有一个神经元一直在 一旦刺激我 比如说这个CS这个神经元在刺激我 那它就会认为这两个神经元是在 有同时在刺激我 因为在更之前的状况 他们已经建立了连结 所以在这个状况下 只要有一个神经元去刺激我这个神经元的话 他就会认为 之前建立连结的神经元是在刺激我 对我来说 这应该是一种分群的概念 然后下一张图呢 你就可以看得比较惊奇 假设你今天 有一张图 会给一个神经网络 然后这个 这个网目是已经分群的 就是 已经分群了 假设今天有一个神经元已经被激发 那个黑色的死点就是被激发 就是Active这样 如果他今天这整组的 神经元有一个被激发 应该说这整组的是已经对应到Active这个形象 那一个神经元被激发时 他会认为 目前这个状况是整组的神经元被激发 如果说另外一张照片是一个Banana的相片 就是香蕉的 在这个状况下是整组都被激发 就是刚好就是 呃 这张照片的状况是整组被激发 那如果说他今天只有两个神经元被 呃 就是被激发的话 他也认为这整组的 神经元都是有 就是Active的状况 那有这个状况就是 他会一直往下一层丢 然后放到这张图的意思是说 因为我们架构的神经元物是 一层一层往后丢 然后在这张图的话 这边是70层 然后往这一层丢 然后再往这一层丢 再往这一层丢 然后红色的部分是一个 红色的部分是一开始 最一开始的那一层是一个 以激活的神经元 那他往下一层丢 然后他在每一层里面 会去挑出一个Winner的 就是淫加的神经元 然后有些神经元的话 会被 调成一个 也就是一个绿色的 绿色的颜色叫 Luder Neutron 那Luder Neutron的话 被调成Luder Neutron的神经元 之后会参加决策 那Winner的Nutron会参加决策 这个概念就是什么 Winner Take Off 也就是说原本 他这个神经网络 只有很多的 很多线去接起来 那把一些 觉得比较不重要的神经元 他不参加决策的话 那整条线的话 就是 一些线会慢慢删除 所以留下一个 比较有意义的线 他就可以去删除一个 就是可以删除只要两个 可是他最后的结果是 会比较好的 这部分有 哪里有什么问题 因为我也是看人家的头影片 然后听他在干嘛 然后学习一下 没有的话是往后 然后他这边最主要的 就是提出一个in section model 然后这个model的话 对往路中的卷积层进行的修改 那等一下可以看到他对 他会新增一些层数 就会加深整个 网路的他的深度跟宽度 然后他 增加他 增加他网路的宽度的同时 他提高了个 曾经网路的效果 然后他也就是说他在比赛中 得到比较好的层次 他可以证明出来 就是证明出来 然后这是in section model 他整个架构 这是 这是最一开始的版本 然后前面是神经网路的某一层 然后某一层在往后面丢 往后面丢 然后都会做四个处理 他分别是一乘一的convolution 然后再做三乘三的convolution 再做五乘五的convolution 然后 这边选 为什么选一三五呢 就我认识是 一三五比较 不会耗计算集合资源 然后如果说他今天选7或9 那就是可能就是 所耗的时间 就会比较久 就会比较好 效果会比较好 然后这边还会做三乘三得 然后他做完这四个动作之后 他会把它叠在下一层 应该说他会把它串成一整串 但是作者说他做一开始他做这个动作之后 他会发现这个速率会非常慢 就是电脑 就是卡在那边的 就是比较没有效率 所以 等一下他会把 就是把这个 就是把这个 改进 改进之后就是 效率会变得比较快 就可以拿到一个 拿到一个比较 会接收的速率 可以啊 可以啊 我讲 这样做 这个我就没有太细看 现在看到结果就是他这样做的 应该是同时做事的工作 然后 应该他这个是拍拍的概念 看起来他图没有一个等一个 如果光看他图的话 就有理解他应该是把它叠在一起 就串成一整串的 就是然后把它叠成这样 然后 你如果说 又往上 跟他打一个 隱定的 就看他 这个 用出来都是 举证什么 就是很多举证嘛 然后他最后把它加在一起 比如说28加28就是一直跌 对 串在一起 把他到最後就是把他創在一起 對 如果說是 他是 等一下 因為他們是版本的 然後 特別的話就是一層一就直接過去了 一層一就不要有沒有 他做一層一的collection就直接貼到這邊 這張圖是比較立體的這樣 然後我們再回覆到他改進的版本 剛才說他剛才那個最一開始的版本就是會一些速度比較慢 然後他就可以用另外一個方式去 去增加他的速度 他裡面是說他收到內握引內握的啟發 他收到他的啟發說 他可以用一層一的collection去降尾 也就是說他去縮減他的資料量 然後他在做一層一collection之後還有做一個 空間還有做一個relude的這個動作 然後裡面說他做這個降尾的動作就是把資料量篩檢 然後就是速度會快很多 其實剛才前一張他一開始的 他的降落是波爾一層一的collection 然後只有一層一的collection 三乘三分五乘五 然後他分別在 之前會先做一層一的collection去降尾 比如說三跟五之前會先做降尾的動作 然後他在最左邊一層一的collection 就是一層一的collection 所以他前面會再加一個一層一的collection 然後最後一邊一開始就是三層三的collection 他是先做完 就是三層三的collection 一開始就是這個會做這個動作 然後他是把這個做完之後 再做一個一層一的collection 然後這個四個做完 結果再跌到下一層這樣 是 然後有一個問題是說 你今天資料量做一層的collection 會不會把一些重要的資料做一些隱私 然後他裡面說答案是不會 然後他只是會把原本比較稀疏的矩陣 然後變成比較稀密的矩陣 就是說重要的一些特徵 然後他會把資料拿回背 會被一層一的collection 做一些變成這個動作 然後接下來的話就是 這個insession model比較立體的 就是剛才那張圖叫例子 這邊就是一層一的collection 然後一層一的collection之後 再接三層三collection 一層一再加五層五 然後這張圖應該是 Messima pooling 然後這邊是 這張圖片是寫成Messimapooling這樣 然後做Messimapooling之後再接一個一層一 然後整個 整個神經網路最主要重點就是這幾張可 然後接下來就是介紹 他在2014年去參加比賽 他參加比賽有名稱叫無垢人類 然後他整個網路是有22層 他裡面說他有22層 可是我實際上去算應該 應該我 我自己在算應該是算21層 那因為我沒有看他裡面的意義 然後 我自己算差不多 就是21層接近22層 我這邊可以 算給你們看 可是 跟實際上是真的 就是 陳述跟我認知是一樣的話 我這邊可以算給你們看 這邊是開頭 這邊是開頭 然後這邊是 這邊 開頭這邊 然後結束這邊 因為 整張圖太長 然後他就把它切兩半 然後我算的方式是 從這邊開始算 因為他這個是一個 因ception model的結構 所以這邊就算 把它算成1 然後這邊是2 然後這邊3 然後這邊4 然後5 然後紅色是6 然後7 8 9 10 11 11 12 這個是個結構 然後我把他算13 14 15 15 然後這邊有個紅色 然後16 然後一個結構 17 18 19 22 我自己在算是大概21層 然後裡面 他被人說他有22層 他 他是對的 我自己算他差不多是21層 20層 然後裡面的一個 Udblog 他的數目是有100個 他說大約是100個 然後我去算的話 我去算整張圖差不多就是7個 就是我會把每個區塊就是算123456 690 然後算差不多我97了 然後他說大約是100個 然後跟我算的 Beautyblog 差不多 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算一下 因為之前看一看這個目標就把它算 到底有幾個這樣 然後 然後 他最後 他最後 要做分類的資金 就是 把它打成一個全連結層 他發現在 變成全連結層 之前 他可以去接一個 AVG pooling 然後他去接這個 AVG pooling的話 他可以提到一些準確率 但是 他不知道為什麼 他沒有說他為什麼接這個AVG pooling 他可以增加他的效率 然後看整張圖的話 就是到這邊是最後 然後 然後 FC是 全連結層 他就是在全連結層 之前 會接一個AVG pooling 然後他會改善一個 分類的效果 跳 然後裏面他有介紹一個 輔助的分類器 那輔助的分類器的話 就是直接看我會比較了解 那其實這些細節的話 就是可以自己慢慢看 分類器這邊只有放了兩個 這邊是開始嗎 這邊是結束 如果你把這兩張圖 接起來的話 可以看到這邊有個分類的輔助 然後這邊 這邊是第二個 然後這邊 分類的輔助器 然後這個分類輔助器 幹嘛 我把它放大一下 這個分類的輔助器 分類輔助器 一開始會做一個 WG pool 然後再做一個 convolution 就是一個 然後再打兩個全連結層 然後再做一個soft max 我理解是 做到soft max 要做一些 錯誤的計算 好這邊有介紹說 這是它有增加一個 輔助的分類器 那它在 如果在PC上 全民的話 它在PC上 Chain的話 它是有加上 5個分類器 但是在 unreference 的話 是被移植 就我所知的話 unreference 是將 Chain的model 放到機器上 去 直接執行 如果說你在 PC上直接執行的話 又有 一些其他分類的 像分類的效果的話 可能 比較奇怪 所以它是在 Inference 的時候 把它移除掉 然後它為什麼會去 裡面說為什麼會加上一個分類的輔助性 因為在網路結構不是很深的狀況下 其實在Chain的過程中 前幾層 就有比較好的分類的效果 既然有比較 好的分類的效果 那 在一開始的時候就可以 就可以拿出來用 就是可以先去判斷說 我今天架構的神經網路好不好 就不用等到最後整個Chain出來的結果 再去看結果 可能就是 時間會比 過得比較長 可能就等了一點然後看結果又不好 然後就修改 神經網路然後再選一點 那時間會花得比較長 那如果有這個分類的輔助 實力的話就可以在 前段就判斷 設計出來 Table 就可以邊做修改 裡面說他只用那個 ImageLate 資料來做訓練 他朋友使用外部的數據 他是有說到他有做一個 影像的 接割還是放大縮小 就是Data Argumentation 來做一些修改 大概這樣 然後 他是可以去 訓練出7個版本的Google net 這個我就 他只這樣說 那實際上他怎麼7個版本是怎樣形態 我就 不是太清楚 接下來就是一些 訓練細節 說他是使用 今天使用SGD 然後 動態殘數量是0.9 就是momentum是0.9 然後 每8字的e-podge 他的lending load下降4% 然後 然後 就是整個 他是 應該是整張立體圖 他一些 參數 參數就列在這邊 然後這是剛才介紹 我剛才在這邊有介紹說我大概是怎麼算他乘數 那我算出來乘數是21 然後他 他上面寫的是22層 他 他是對的 然後整個bue 接近100個 然後 沒有 加了兩個 補助的分類器 在這邊 這邊有一個 然後這邊要跟 這裡接起來 這邊有一個 然後這邊有第2個 然後這邊說 說 好這邊說 因為google name 是2014年 他既然你創造出這個model的時候 你必須要跟其他的 一些model做一些比較 那這邊只是說 他的 fls最低的 也就是說他在 如果說他在2014年的話 他是 低迷的 就是跟其他 其他的一些研究 相比來說他是低迷的 而且他是 沒有使用其他的 額外的data 接下來他說 這邊 他有做一些 普遍的切割 number of crops 他 最後的結果是說他在 他在這個狀況下 使用很多的切割 然後去做 他的訓練他的效果 最好 如果說他在 沒有使用普遍的切割 一些 一些切割方式的話 他 訓練出來的效果 並沒有這麼好 我今天報告差不多這樣 啊 那我 其實看蠻淺的 沒有非常了解 因為就是 不要去把他 做出來其實沒有 非常的深刻的要緊 謝謝 謝謝 再說他是前期的判斷 因為他不是把它打成一個全連接層 最後加一個salt next 前期就可以判斷出錯誤率 因為我認知是這樣 說這邊 應該說就我認知 這邊的錯誤率其實跟最後錯誤率差不了多少 就前期的話就不用等到他全部判斷 前期的話就可以比如說前面這個model要判斷一天 那可能前面兩小時你就知道可能這個狀況比較差 你就可以在 在裡面判斷的時間再想為什麼要判斷他 然後再努力 就不用等到他判斷這樣 應該說前期的 那他說前面幾層就有比較好的分裂 就是這些分裂效果 就是不用等到最後他能判斷這樣 那中間的時間就可以拿來運用 給我認知這樣 はい 在這裏還是要負責任 在這裏還是下一個問題 沒有按救援 對 你想問哪裏 在這裏是在那裏 你说这个吧 拿不上去 你说刚刚两个操作 对 这个我回去再看一下 按我说就我现在的认证 其实就是一个 时间点 就是前面训练出这样 然后在某个时间点 然后他就把他抓出来 我要回家再看一下 然后再打在FB上 你的问题是说 这两个有什么差别 好 再回家再研究一下 应该说 都讲我认识的 我先讲我认识 因为这个timing 就是先念出来的结果 先从第一段抽出来 到底好不好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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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设现在是好 然后 最后是比较不好 然后 然后 他从第一个阶段 再抽出来 看 看一下是好 然后 这部分 我再回家再看一下 PB有写什么 应该说 他都是一个参考作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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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 一定是先 最后跑完 他才会 放放 分裂效果会比较好 但是 他就是前提 来做一个 前提 来判断 做救儿子 这样 就是前提 的话 你在劝着 前面就有一些依据 可以来做一些判断 那我回去 我再研究一下 他为什么放两个 然后 这两个有什么差别 我再研究一下 如果有问题 啊 就是前提 到 那如果 那的话 前面有想到 那这两个 你说找个好事情 对 可以 比如说第一 第一个 头一片 好 这边吗 我感觉到 那边 不要拿掉 你说绿色不要拿掉 走 可以讲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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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看起来是很像 但是他其实这个 一开始有讲过 这个是一个 Ruler neutral 如果按照 這個 失败者永远不会参与 决策 他不会参与 决策 他其实这个路径 都是没有的 所以就不会到这一层 才决定 会不会往下一层 所以这个整个路径都是没有 所以如果你把綠色把它當成灰色 你就只要看到這個粉紅色跟紅色這樣臉而已 如果按照抓到是有還有在參與 但是這個乾顏色完全都沒有在參與 對 那時候我去看人家說然後就是 放到這張 對 好 好 就是 如果拿出 它的出貨 它有效 有效 然後 然後 它就不會 容易 它就會變得 會 如果拿一些反夥的部分 然后说 不让它 那怎么能够做 所以 我会比较好奇 这边应该是用 OK 那里面是提到SGD 那所以 他应该 用一点 可能会是哪一点的概念 创在 上 再查 觉得说他去 用这个概念去想解决 不必要的事件 然后 这部分 就是 如果在以前的 外人见过 他 多了 然后 可以尝试回答一下 可以尝试回答一下 我比较 比较浅一点 我就觉得他加深了 加深了整个神经网络 然后 后来趋势是有 往加深了这边 去做 其实后来没有 因为他现在已经 在2014年 达到6.67% 他其实 已经 在这个 打到比较好笑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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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层 其他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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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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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二 这 六 六 六 九 对 他們在這裡 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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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ception module 這邊是前一層 前一層的東西會丟給醫生的工作 有選一種 然後 就是一殺五馬 三層三的考慮權和一層五的考慮權 那這邊他們有選到比較大的考慮權 比如說七跟七成幾還是九成九 可能是為了效能上的一些考量 所以他是用比較小片的考慮權去用 然後最外面的話 他會使用三層三燈Max Cooling 然後 這四個做成的結果 會丟給下一層 然後把它串在一起 然後裡面是提到說 當他一開始先用這個Model下去跑 他會覺得就是跑了比較久 他系統的裸體就比較大 那他因為這個Model 要設計給前陸式的設備 來說手機的話 就因為你PC上跑就比較慢了 那他丟給一個比較 硬體效能比較不好的機器 那就是會更慢 所以他之後 有做一個修正的方法 就是他這個是他修正後的方法 然後他只是說多 在剛才那個四個動作 有做一個一乘一的Conversion 然後他裡面說 他是受到Network-in-Network的啟發 發現到使用一乘一的Conversion 可以做降穩 也就是說 篩檢是要亮這個動作 然後他在做一乘一的Conversion之後 有做一個Re-glue 就是這邊 有一個Re-glue的動作 然後他發現這樣速度快很多 那他速度快很多的話 這個Model算是稍微OK的Model 持續到一乘一頓 記得按鈕我們 我認知 我就是把不必要的東西 用D35去把它綠掉 綠掉 綠掉的東西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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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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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的 好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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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的 好 好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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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是直接拿完圖再算 好 好 他應該是對的 好 好 就是 你要先 就是你要先架構一個 model 就是要施法一些其他 其他領域的研究 他裡面說他會施法一些什麼 神經生理學家的研究 就是 神經學家就是會做一些 事件研究 我解釋一下這場 你聽到 稍微解釋一下 他用這個概念 你架構出來的神經網路 就會變成全連結 就是資料量位非常大 資料量非常大的 就是 就是在速度慢 速度慢 資料量大速度慢 不然就記憶體容易爆 爆掉 還有其他問題嗎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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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 就是 像我 後面 就是 如果 說 其實 在後面 就是 做的 好像 不要 就是 你說 就好認知 你只要穿速拉彈 你就已經要拖慢 系統的時間 但是拖多 有 是另外的問題 就是 如果 他 沒有 因此 剛好 就是 如果 你 就 不行 就 很 是 不是 你 所以我講 我們比較有兩種 好幾個型的 比較有兩種 原價值的比較有兩種 所以 這個要求 那如果說他覺得 他限制價值 限制價值 他的部分 因為有什麼 計算效率上不一樣 那我講 應該是 有最大的 他還是說 我都不想 交換嗎 因為其實 他說前面也就接離 一種醫生的問題 那我認識 剛才是 他就是 那你說 他 多一點 因為其實後來 大概都 是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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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變得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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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记得我们之前看图模样 它叫1,3,5 它有所运,就是 假之我们能去看一张图 就像我看一张图 它应该会有一些比较远的图片 那我们图模图卷度比较大 可能就会被卷稍微远一点 那可能1,3,1这样卷 我们就会卷到一些图片 那我自己这样理解我就看不懂 然后我后来用运号的角度去看 我发这样的课题 然后就是 因为卷积在平均率率的话是 迪红绿波 那迪红绿波那入波 好像有一个人要从 那迪线绿波来 然后这样滑过去 那如果有5乘5的话 那这个温度比较不坏 所以取样也会比较大 比较小 所以它的取样会比较平坏 那如果我们要用小一点的 那我的取样就会比较小 然后把这个取样 我觉得对我们知道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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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每个好多群人都吃的运达 那我们刚刚才能够到人 那我们的情况 那我们的情况 那我们不会是 不会这么这样靠我们的群人 那我们的情况 对啊 以上還有其他問題 好 感谢观看 哦 之前是有被尋找 怕法律要感激 麻煩就我們現在都沒有 再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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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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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